台中市府近期飙述了第13期以及第14期重划区底废地 内政部长林用昌就说了 这样子恐怕会导致房地价上涨 应该要暂缓 不过事后却发现了内政部地震司统计的土地面积跟金额 两个都有误 林用昌也对此致歉 国民党台中市立委严宽恒就表示说了 林用昌最近版面真的是特别的多 希望520内阁改组之后会有更适当的人选 所以内政部这回是被抓包了 在批评台中市地卖太多的同时 引用的数据是完全错误的 蓝营的立委就立刻反击了 那高雄市府也常常在标售底废地 怎么就不点名高雄呢 怒轰林用昌完全的双标 只想要操作政治斗争 台中市政府这样的卖土地 而不愿意把市政府的土地拿来盖社宅 5年时间只规划了1600户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想请中央 是不是可以规划一下 在我的看法上台中市最少 5万户的社会住宅是绝对跑不掉 台中市啊出了一个卖土地的巨人 盖社宅的猪卢 讲话眼睛都不睁开有够没礼貌 选书怀恨在心 像死菜这么想当台中议员就回来选议员 院长直询时间跑去骂地方县市长 他订的地价比这个市场行情 至少高出半周20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 他只要一这样子订价就表示说旁边所有的土地 就有一个订毛的效果 就至少会涨20% 那大家就可以想这个涨20%对台中的地价 还有这个房价未来的影响会多大 因为昨天这个内政部用错误的数据 那来批评台中市的受地政策 那因为他们把这个全国的受地的资料 全部灌到台中市来了 中央是说担心我们卖到社宅用地 那第一个 那我们清查资料 那中央要做的社宅都没有在这些用地里面 那第二个呢 台中市我们现在新建中央已经完成的 已经超过中央给我们的额度了 我们都已经超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 那我们自己还要在额外再建的地也都留下来了 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 黑炉产业链 民进党一天不造谣好像会死一样 塔绿般的专业抹黑造谣整天搞政治 内政部变成斗机部 先是基隆市政府 现在又在斗台中市政府 请问内政部长林又昌 你这么好斗是因为520块到了 要赶紧表现给长官看 让你可以继续担任这个部长一职吗 该做的事不做 满脑子只想政治斗争 奉劝林又昌部长 人在宫门好修行 我们希望不要只有蓝营的县市被指明 绿营的县市也应该要停售 停止拍卖 抵费地 不要绿营的县市 狂卖 特卖 甚至是跳楼大拍卖 所以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蔡奇昌还有林又昌 他们两个人都是把矛头指向了 台中市府的抵费地 台中市地震局长吴存晶 他就表示说了 依法公开标售 标售后主要是要偿还市府 向银行的借款 所以没有理由停办标售 市议员黄敬平他也痛批了林又昌 请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全台湾 如果要监督卢秀燕的话 其实可以先解释一下 为何郑文燦被称作郑百亿吗 我觉得内政部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个林又昌来看这个台中市 他的标准如果不要双标的话 同样的标准他也要检视 过去八年在桃园市郑文燦 这个为什么郑文燦在桃园 大家叫他错号叫做正百亿 一百亿百两百那个 然后几亿几亿那个 就是因为郑文燦标售土地 其实说卢秀燕是第一的话 那郑文燦可能紧追起后 两个差不多 那标售底废地 标售土地 当时内政部还帮郑文燦解释 所以我说这个林又昌部长的标准 可能要拿捏好 当时内政部还帮这个郑文燦市长去解释说 标售这些土地标售这些抵费地 兼具土地重化食物及稳定地价 郑文燦在过去八年的桃园市长任内 卖地总共七百零九亿八千九百万元新台币 光是二零二一年标售所得 总共两百一十八点七七亿元 二零二一年那一次的标售 稳居全桃园市的卖地王 政部就变成 你当时没有去干预桃园市政府的卖抵费地的行为 你现在去伸手去干预台中市政府 为什么你要干涉的地方自治会有两套标准 我就质疑你林又昌 你要不要去问问你们行政院副院长 他是抵费地大师啊 他是标售抵费地大师 他是抵费地代言人啊 我们来看到陆船翻覆酿成两死的事件 到现在都还在协商 海巡署以及陆方的代表团 经过了九天的协商 到现在都还没有共事 原本传出昨天要开会 但是媒体在陆方代表下榻的饭店 守候了一整天 都没有看到海巡署的人员到场 根据消息指出 因为双方协商之后 将会改为用书面致歉 双方目前都在内部讨论 如何把想要表达的文字 更加的理想化 不过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他已经先批评了 他说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歉意 并且刻意隐瞒撒谎误导真相 推少将栗正杰就认为了 这一次民进党当局误判了形势 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国台办还有中共海警局讲话 非常的理性 并没有拉到政治层次来处理 我特别要讲 这次民进党确实是误判形势 那为什么民进党会误判形势 我记得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注意 国台办朱凤莲讲话 非常的理性 他说这个希望双方以后 不要再发生类似这种不幸的事情 他只是定调在这个是不幸的事情 然后中共海警局也讲的话 也是只是限制在 限定在一个水域 这个意外的事件 他是说要把真相调查清楚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一个 双方要拉到政治层次来处理 那是谁把这件事情 拉到政治层次来处理 是民进党自己把它拉到层次 包括陈建仁 包括管碧琳 他们还有绿营的一些名嘴 绿营的一些政治人物 见烈欣喜 一看朱凤莲讲话 没有态度很强硬 他就把他拉到国家层次 他讲了什么话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依法行政 我们依法行政 我们依裕的是什么法 他为了彰显说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我们的法律 所以我们这个法律 我们要去执行 我们要去遵守 可是问题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是按照国际法的话 在临海是十二海里 对不对 滨海临街区是二十四海里 这都没有话讲 如果他今天渔船 跑到你十二海里里面来 你去执法发生意外 你是在执法 问题是金门来讲 你这个境限制水域 是谁画出来的 我们现在讲的话 好像我听那些人讲的话 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可恶 他讲说我们依据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几条第几条 我们依法来执行这个驱离的动作 或依法来扣船 我特别要讲 你你知道当初画这个金门来讲 画这境限制水域 是谁画的 是国防部画的 不是立法院或者是这些官员来画 那国防部依据什么来画 依据就是说我们双方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保持一个和平 对不对 在我们清兵器射程之外 对不对 你不要进到我清兵器射程里面来 那你这样的话 不会对我造成威胁 那我也不要去打你 我们双方来讲保持一个和平 那这样就没问题 这是一种默契的中线 就是你也不能讲明了 但是我们国防部自己 就划一条这个线 那这个中共他们 他们帝大勿国 这多年来相安无事了 但是现在就是没了嘛 那影响是什么 那影响什么 他今天你不要一天到晚 人家那边讲说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我依法驱离 你依的是什么法 我是人民关系条例 问题你这个法 你中共有没有认同 没有认同吗 你一直在凸显 我自己国家的主权 凸显台湾的主权 我台湾的法律 我要执行遵守 问题是说 如果说是 现在大陆认同你这个的话 那是不是承认你台湾的主权 上来就是互不承认主权 你自己就不要再去捅 这个马蜂窝了 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